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呢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 作为一个已经长得很大的成年人 我又重新开始学一枚新的手艺就是画画 然后先说一下情况吧 就最近呢就纽约情况好像有一点好转 但是美国很多地方又有这种像国内一样会有这种 这个叫COVID-19的复发 所以我一直还在家里 对然后最近我是9月上旬要考思考 所以我已经开始准备思考考试了 现在是每天大概要学6个小时左右 在网上看网课然后来学习思考 因为思考是B卷 我都说起来不好意思 我自从开始准备美国的就是法学院的入学考试 从准备入学考试开始就没有再考过B卷需要背的东西了 对吧就是其他的B卷都是那种考你能力阅读理解 没有说考你记住什么规章啊条文啊需要满足的条件 所以现在就要花很多时间就把它们都记住 所以每天除了非常苦闷的准备思考之外 我就是画画 为什么会开始想画画呢 这个说起来也挺不好意思的 最开始呢是因为在上做目网课的时候 有一门课老师因为是个seminar 就是学生比较少大概就不到20个人吧 老师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开摄像头 就即使不说话我们也要开摄像头 但那个课吧又不是很有趣 虽然我也可以就上网啊刷网页什么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后来我就无聊到极致 我就假装假装记笔记 然后在本子上面画同学的脸 因为在zoom上嘛你可以随便找一个人的这个摄像头 放成最大然后你就可以画别人的脸 对然后这是我记笔记的本子 然后一开始就是先画的这样的头 然后说起来画画呢 我学过一点点就是很小的时候 学过一点素描 然后在各大教师学院的时候 上过一个就是那种艺术教育 虽然叫艺术教育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上的课可能更多的是自己画 而不是说教别人怎么画 就简单上过一点会一点素描 然后我可以临摹就是你给我一个东西 让我copy我大概还是能够学个样子 所以就是如果是看人的脸画的话 就也还成嘛 对然后就从这开始觉得 嗯哈哈还挺有意思的嘛 然后就开始闲着没事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门新的就是打发时间的手段 然后就在网上找一些觉得比较好看的人啊 然后就开始copy人脸 其实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呢 为什么专门录一个视频呢 第一是为了混耕 我主要是为了鼓励大家在这个暑假里面 如果你有什么爱好的话 可以借这个时期去发展一下 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我因为我小时候也尝试学过画画 然后我现在长大之后又重新开始学画画 我觉得长大的人的学习的方式和小时候学习的方式很不一样 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 我之前很喜欢画画大概是在初中到高中这个时期 然后就其实真的是非常喜欢 就是甚至买的数位板 就是求父母买的数位板 然后但是结果其实画的 我记得人是没有成功的画出过一整个 或者是上半身 就是好像只画过头吧 对因为当时又比较小又比较傻 然后就特别想画出好看的脸 然后就但是其实脸画的也不是很好看 我记得当时真的就是 第一是就是画了特别好看的鼻子和一只眼睛之后 不知道另外一只眼睛放哪 不知道怎么画 然后除此之外 是就是画完脸之后别的就动不了了 就是一加上脖子就变奇怪了 就是连脖子都不会画更别说肩膀和身体了 对然后当时的想法是 临摹就临摹觉得自己喜欢的 就是这种漫画师的这个作品 我当时的想法是 如果我临摹很多的话 我就会从中是吧 获得经验 然后慢慢的自己就会画了 当时是这么一个想法 然后事实证明失败了 就这个想法我觉得对于 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讲是管用的 但是对于我来讲 第一我离摸了也不够多 然后第二 失败了 然后长大了之后呢 我觉得我的想法和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有一些变化 所以对我就先开始画脸是吧 然后画着画着我就觉得脸不是很有趣 就是我就发现长大之后的我 就仅仅是凭兴趣 可能比起脸来讲 我对那种很有张力的动作 我会很感兴趣 所以我很快就开始画一些 就是姿势 对或者是找一些那种 就是跳舞的视频 就是在网上找别人跳舞的视频 然后停住就定针 定一格 然后去画那种非常 就我觉得舞者的身体真的是非常的美 他们可以做出那种姿势啊 然后那个线条啊 觉得非常好看 然后就画了很多那个 就在画身体的时候 就突然觉得想要把自己中学时候 想要获得 但是没有获得的这个梦想 去重新捡起来 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中间这么长时间 一直没有在画 就是可能是中学的时候 觉得就学不出来 然后后来就 就在没想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上学嘛 事儿有很多 然后还有很多别的兴趣爱好 是吧 如你们所见 所以就一直就像忘了 这个事情一样 我觉得你在任何一个时间点 如果你硬是要问我 你觉得你能学会画画吗 我回答应该是能 就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学不会 因为 因为本来也是一个 就是我这个人嘛 在视觉和听觉上面 我就视觉更强一些 并不是说视力啊 而是说视觉处理信息啊 或者是 就是这种感觉 比这个声音要要好 所以我觉得 我不会说自己学不会 但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忘了 但是现在是吧 多亏了这个 大家都被隔离 就是被迫发现了很多 捡起了很多失去的梦想 然后就是在画人的时候 开始慢慢的觉得 嗯我想重新 重新试一下 对吧 然后呢 我就告诉了一个很好的朋友 说 哎我最近开始学画画了 然后他人又非常好 他说哎这样啊 他说我认识一个 就专业学画画 然后和我关系非常好的朋友 可以介绍给你俩认识一下 然后我就好好好 然后我就加了 加了以后 反正当时我就是 我画了这个本子嘛 因为这个本子画完了 也被画了一半啊 因为前面是笔记嘛 然后后来 就从家附近买了一个本子 然后 一开始还是画人体嘛 就还是画那种 非常好玩的姿势 然后尝试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就几十秒啊 这是 九十秒 就画一个身体 然后 然后当时画的很多 画的很来劲 以至于就是手腕 都有点痛那种每天 然后 但是又觉得好像 总觉得哪里不对 就是不知道 就是有种 很爽 但是又微妙都不知道 自己在干嘛 的感觉 然后这里 我觉得第一次使用了一个 这个大人的暗东 才会想到做的事情 就是求助 就是我 我把这个 我自己画的呀 还有这个网站的 这个东西 发给了我朋友 介绍我认识的这一位 我们叫他大处朋友 然后 我就问他 就一般来讲 在画这些的时候 应该注意什么 是应该 对吧 就是我都不知道 我在就是 应该要注意什么 你要学习什么 然后 他就说 说啊 就如果你没有 系统的学过 人的骨骼啊 比例啊 还有肌肉的话 其实 直接画人体 比较容易画不准 而且提高会比较慢 原画 然后我想想 觉得嗯 你说的很有道理 然后呢 我就开始 这儿八经的学 骨头和肌肉 学了之后 我觉得真的好神奇啊 就是我长这么大 我其实不是特别清楚 自己的身体里面 到底有什么 就是 我想 中学的时候 生物应该是有学 但是可能 我不知道 反正我记得 我们生物 至少考试的时候 不考特别详细的人体 对 我现在想 生物考试 都是什么 隐性遗传 你知道吧 还有那种什么嫁接 还有就是 还有细胞 什么细胞膜 细胞壁 就是我怎么不记得 我们生物考过人体 反正就是我长这么大 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的胳膊 为什么能抬起来 我不知道哪里是肋骨 哪里是 就是 所以学起来真的还是一个 就真的挺开眼的 就是慢慢到 我就知道 哦原来人体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比如说当我学了 这个人胳膊的骨头的时候 我一直以来 我觉得我自己 有一个超能力 那就是 就当我把胳膊 这样伸出来的时候 如果我手摁住 就是这个胳膊 肘的对面里面 这个位置 我这里可以完全不动 而手可以 就这么翻转 我一直觉得 哇塞 这一定是一个 我一直以为 这是一个只有我 可以扳到的事情 后来 后来我去学 后来我去学了 人的这个骨骼啊 什么构造的发现 哦就是 这个人体结构 本来就是为了 让你可以这样翻转 因为这个前臂 说两根骨头 它是可以拧过来的 就 我当时一边看那视频 我就哇塞 我这个人活了这么久 这人生第一大谜题 终于可以解开了 所以后来 我觉得看这个本子 特别好玩 因为一开始 就是整个的人 对吧 然后慢慢的 后来就变成了 这种头盖骨 加上胸腔 然后加上骨盆 这是骨盆吧 的这个大体的形状 然后画着画着 然后就骨头啊 肌肉啊 然后画着画着画着 就变成了盒子 肉眼可见的退步 但我觉得有趣的是 作为一个大人 作为一个成年人 就是每一次退步 我都是理性的决定 而且是我完全的理解 为什么我一定要退这一步 之后才有可能进步 对吧 就是你如果想要画出 看上去好看的人体的话 如果你想要从 通过自己的想象来摆姿势 然后来调整角度的话 你需要知道里面是什么 对吧 你需要知道骨头是什么样子 肌肉是什么样子 然后才能够因为骨头和肌肉 决定了我们的动作 以及这个外表上 看上来的这些微妙的曲线 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学素描的时候 我觉得我好像也就只是学了 如何去临摹一个 我看到的东西 我甚至没有学透视 所以后来发现自己透视不行 我又开始画盒子 就是练习透视是吧 然后就一步一步觉得 确实因为如果你连一个盒子的透视 都搞不明白的话 你怎么可能画一个 这么复杂的人体的透视呢 对就是我之前我一直以为 一个完美的正方体应该是这样的 是吧 懂的人就都懂了 就是我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 透视的经验 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 想要画画的时候 好像也有那种教学 我有没有看教学的书 我记得我至少可能有一本 可能讲过一些动漫脸的那种画法 但是肯定是没有想过 要深刻的去学人体 就一方面觉得无聊 然后一方面就觉得 我就是只是想画一个 好看的动漫人帅哥是吧 就是为什么要学 那么无聊的东西 但是长大了之后 你就会明白 就是这一步一步的都很重要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设想 就是我觉得人长大之后 学东西其实更快 因为你长大之后 就你通过你的生活经验也好 通过你学别的东西的体验也好 你慢慢的 我觉得人长大之后 更能够看清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或者更能够看到这个事物 背后运转的道理 所以你会从一个更深层次的角度 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 而能够避免一些急于求成 这种现象 就包括我觉得特别好玩这件事情 就是我小学 就我中学的时候 画画的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上阴影 就是我记得当时不太会画人嘛 然后我当时很喜欢索尼克 所以我还是画过 画过一些就是 因素索尼克的一些图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上阴影 所以我第一个想法呢 就是把所有边缘 就是脸在中间是吧 它的刺猬头在边上 那我就把它边上打上阴影 然后呢 另外一个想法 是我去看别人怎么打阴影 就别人哪里打 那我也差不多按这样的方式去打 就是 但这两种想法 其实都完全的 完全的错过了这个阴影本身的意义 对吧 虽然我是个新手 也不是很懂 但是 就是画是 2D是一个平面的 然后阴影 是通过阴影去 感受这个物体的体积 而且尤其是 就对于中学想画动漫的我来讲 因为动漫 其实立体感 实话说不是特别强 当然大师的都是非常强 但是你学的时候 你可能会特别注重于 这个轮廓线 就觉得你画的 也是一个平面的东西 然后就失去这种立体感 但其实 我觉得不管画什么 哪怕是动漫也好 就立体感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得 立体的去看一个东西 然后你知道的东西的体积之后 你就会知道光 这样打过来 之后阴影在什么方向 然后会怎么转变 然后就我 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就突然 就感觉和自己 和中学时候的自己 有了一个 就是远程的灵魂对话 然后就 就是 我终于明白了 所以学起来 就是虽然也很辛苦 有些时候记一些骨头 或者记一些很立体 尤其是肌肉 我就觉得人的胳膊 背上那么多肌肉 就是那么多块 然后位置 然后动起来什么样子 各个角度就根本就记不住 我觉得 我们上法律的课的时候 一个老师就说 就是在我们解非常复杂的 法律问题的时候 就像是做一个头脑体操一样 Mental Gymnastic 就是 是吧 这个条件是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有一个副条件 然后又是这样 然后又是这样这样 然后在脑海里面就 使劲想想 想明白 然后我觉得画画 有些时候 也是头脑体操 虽然类型不太一样 就是你要在脑海里面 非常准确地想到这个东西 就立体出来以后 这个角度 然后俯视一点 然后进大远小 透视到底是什么样子 然后这个曲线 就觉得 哇 有些时候 也很有挑战性 也有很苦的时候 就哪怕我现在也就学了 就两个星期吧 就是也有很想放弃的时候 觉得哇 根本就学不会 但是 我觉得画画是这样 就是有些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有些时候 你脑海里面 会看到一个画面 然后你会想 把它表现出来 但是如果你没有 这个技术 如果你不会画画的话 这个画面就永远 被困在你脑海里面了 你没有办法 把它传到给其他人 你也没有办法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东西 就永远困在你脑子里面了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件 用三个词来形容 第一很遗憾 第二很不爽 然后也是一件 很悲伤的事情 你不觉得它凸显了 这个人类之间 交流的不可能性吗 所以画画对我来讲 我的理想状态 就是能够把自己脑海里 看到的东西 解放出来 就是能做到这样 就足够了 当然你看 我正在考思考 我不指望成为专业的 或者是靠这个吃饭 就仅仅是因为 另一方面是 因为是一个 我小时候就想要的东西 然后后来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已经搁置了 但是现在我觉得 长大了之后 通过我长大 通过我这个 就是等级上升了之后 这个学东西的能力 我觉得我应该能够 可能能更快 或者是更好的 达到我之前想要的 这个水准 所以就是这样 我觉得 就是挺神奇的 就是一样东西 你小时候学了 你尝试了一些方法 你觉得学不会 然后长大之后 有种新的视角去看它 然后慢慢的去 接近当时的那个目标 我觉得是件 很神奇的事情 所以这个暑假 当然国内的情况 各地也不太一样 我还听说我朋友 要去CP 我说哇塞你们 这真的没问题吗 但是如果你们想去的话 没关系 好好去 但是就是注意防范 然后除此之外 如果你决定宅在家里的话 是吧 暑假这么热 出去嘚瑟什么呀 在家里的话 我觉得 如果你有什么 像我一样 童年的梦想 然后一直以来 没有实现的话 可以试一试 我觉得真的 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人的成长 真的是一件 非常神奇的事情 有些时候 你每一天 每一天 每一天的过 你觉得好像 自己没有变 但是有些时候 像这样的例子 你突然去 和之前的自己 对比一下 你就会发现 真的这么多年来 我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所以 如果你有这样的 这个心理 未了的心结的话 我觉得可以趁这个机会 去尝试一下 对吧 然后如果你喜欢画画的话 我觉得 也可以尽早学一下 然后我学画画的时候 一个事情 一开始 让我觉得有点什么 就是我 我觉得很遗憾 就是我明明 可以学的会 但是我 那个时候放弃了 然后我就不由的想 如果我当时 没有放弃的话 这么多年来 我可能现在已经 成为大大了 想画什么画什么 特别厉害 但是 我觉得这样的对比 是不对的 因为 失去的机会 已经失去了 过去的时光 已经过去了 就是现在 你能做的事情 就是现在开始 对不对 就如果永远不开始的话 我脑海里看到的画面 就会一辈子 锁在我淘海里面 就是我不想要 那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 我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点情绪化 但是 如果你在这个暑假 也想学画画 或者是你 已经画得不错 或者是已经是大处 或者你是专业 学画画的话 我建了一个群 就仅仅是为了 这两个月里面画画 因为 当你喜欢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会想和大家分享 之前我在东班车的时候 也是加了实践部 圆火的实践部 就是画画的 然后当时 我还在学校的时候 我从来也没有参加过 实践部的活动 所以也没有进步 但是我发现 有一个群挺好的 就是你打了稿子之后 你把草稿丢上去 然后让大家帮你看一下 你的人体 有些时候 你自己看长了 你会感觉不到 人体真的是很复杂 就是哪个小细节 都可能出问题 所以就是当别人 帮你看一眼的时候 可以很快地发现问题 我觉得是个挺好的 成长的方式 然后我觉得 就是喜欢什么东西 为之努力 如果有一群人 和你一起的话 大家一起互相 这个鼓励着对方 互相什么的 一起进步会比较好 对 所以如果 那个你也想和我 一起尝试一下 学画画 然后如果你是大处 可以来帮我们 指点一下 我们的小白的话 可以加一下 我觉得大家聊聊天 就开心一下 然后我想看到 每个周定一个主题 然后就大家就发挥一下 就自己搞一搞 就是完嘛 所以归根到底 如果想要学什么东西的话 不要放弃 然后趁有时间 有机会的话 就是现在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有种就是打开了 新天地的感觉 而且之前去看一些 主要是看同人图啊 就觉得 哦好看 哇好棒 就是看过去就没了 然后现在再看 我会觉得 哦 是这样上色的 构图是这样的 隐隐是这样打的 嗯 就是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学新东西 真的是一种 改变你的思维方式 和改变你看问题角度 你知道吗 就有些东西 就像是一个新的天眼 就是你不打开的话 你永远看不到 但是你打开了之后 你就 逼不上了 你就会一直看得到 然后 我觉得这个世界 会在你眼前变得更加的 更有趣 让你的生活变得更有趣一点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内容 我那个优雅吵架的视频 我会做到 我下一期一定做 我已经不知道 为什么你们现在还忍我 看我的视频 但是非常感谢 然后 对 那么